02中超联赛第11轮 由美洲客家主场迎战武汉长江的比赛 中超终于恢复了主客场 这个是美洲客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主场 现在他们穿着传统的红色球衣上部场比赛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传起来传统第一点 尹鸿波投球抢到了 看这球没有挺正的 这个球没有完全发上力 应该说这下传统质量其实还是挺高的 科索维基在角球 后点 投球抢回来 这下又是杜嘉利奇 角球找他这点是非常固定的 科索维基和他连线 投球一蹭 这球机会不错 看怎么选择 底下给过来 还有中路包抄传过来了 1比0 乌卡仲维基进球了 梅州客家打出了一波 第一次赢细腻的 由美洲客家 最终中锋 乌卡仲维基打击了他这赛季的第三个进球 这个球啊 这一波进攻啊 打得太漂亮 梅州客家 这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 梅州客家的主场手球 这是杨毅林 陈车超的传中 两点 科索维基在包前点 乌卡仲维基的包后点 看这下啊 杨毅林这下给的很好 陈车超下你的传中 陈车超之前这场比赛有过两次传中 质量就很高 乌卡仲维基 球队呢 甚至说真的是交付级别的 有点大呀 追回来了 这也是上场比赛 最后梅州客家很好的一个反击的机会 罗德里格选择这些打门好球啊 这脚 手边扑得也漂亮 王之锋 断过去的话 这有可能 就是潘长江很好的胜门的机会 到了远角再打 罗德里格 一会儿我们看有没有慢进 但是我总觉得刚才那球 哎呦 这两个人撞一起了 罗德里格和尹洪波撞一起了 有机会 这个球 哇 门将立功了 刚才这球 纯是大水出了龙王庙啊 没有约位 这个球 传中 机会来了 这球打进了 好球 一比一平 卡仪维基 帮助球队 扳平了比分 这球 传中 质量很高 这下停的应该说 也是非常漂亮 卡仪维基 卡仪维基 这样打进了 他这赛季的第二个进球 侯宇这个球 实在没办 刚才已经连续救助了 没有约位 胡敬航的主攻 看这下 停的也不等球落地 侯宇这球 其实已经尽力 他已经摸到了 但是实在太近了 而且离 球门一个近 一个是力量 打的是实在十足 卡仪维基 今天其实他不太活跃 但是下半场比赛 这会儿机会 连续出现在他脚下 刚才那次呢 被侯宇扑入 这脚打进了 一比一平 球 跪一漏 机会来了 看能不能打 还有二点 空门了 这个球补进了 有效 进球 有效 这样的话 科索维基进球 美中可嘉 再次领先 二比一 领先武汉长江 这个球呢 应该说 还是这种 南派足足的踢法 过来了 中路这边 基层在跑 李帅 李帅的机会 看李帅怎么选择 李帅 单刀球的机会了 银红波再调 这一脚没打进啊 这配合打得 已经足够漂亮了 就反倒是 看这球 四打二了 已经 但是李帅 这个球 给的有点 有点小 如果力量大一点 银红波这边 准备的时间 能相对更多一些 这球肯定没有 这真的是武汉长江最后一波进攻的机会 看他们能不能抓住啊 这时候主裁判王迪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恭喜梅州客家